我借过12个字来形容中国的法律 中国的法治现状叫什么呢 叫严格立法 普遍违法 选择制法 我觉得写得很深刻 这句话是一个名声不咋地的一个律师说 他叫陈有希 在雷阳案和709的王全璋 王全璋这个案件中 都出现过他的生命 我们也知道709 它是一场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护法战争 中国是有法律的 你无论是大唐律 大明律 大清律 但是中国现在有执法机关吗 没有 因为中国比较奇特的一点在什么呢 中国的法律 即便是你要按照现行的法条 去作为依据 在罗斯格里做道场 去进行一些辩护 进行一些抗争 或者说你利用它去维权 你都会撞得满头包 所以在中国这片大地上 我们出现了一批叫维权律师 或者说叫死科律师 这些人 很令人惊艳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律师 他是文革之后重新恢复起来 前面都给他们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的 那么第一批律师呢 他往往不是法务工作者 而是军人 他们转业以后 这些军官 有的分到了法院 有的分到了检察院 更多的分到了这个公安局 那么也有一些 他们去学法律 他们做法律人 做辩护律师 那么这种情况 逐渐的 被法学院毕业出来的 这些新派的法律人 所替代 但是你要想维护司法的尊严 他也不太可以 因为中国普遍性的 他是有法不疑 法律制定完了以后 他没有一个监督机构 即便你知道他违法了 你连报警都不知道往哪报 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部门 他来监督这些法条的执行 那么没有监管 法律就形成虚色 更别说很多法律 他还变来变去 同时他还很有弹性 就这种法律呢 说到底就是一句话 它就是一个塞子 它到处都是洞 不是说我们洞穿了法律的底线 而是这一部法律 它本身就是一个塞子 你想有法可疑 然后完了一句 明明确确确的一个法律条文 来打一场官司 在中国始终是一个失望 我们看过很多描述类似场景的一些影视作品 你比如秋季打官司 是吧 我不是看青年 都是会智人口 大家看完也就这么一笑了之 很少有人愿意去深究 因为在中国 对法治破坏最大的 原来有两个系统 现在呢 有真假的一个 叫什么呢 叫监察委 原来有一个级别 他是对中共的官员 进行制约的 他对一定级别的官员 他可以指定地点 指定时间 对你进行两规 那么我们看到了一个律师 叫普志强 他曾经做过一篇演讲 对法学院的学生 做过一篇演讲 叫好公民 好律师 他明明确确地提出来 要捍卫 官员 自身的权利 他要保障他们的人权 要介入到被纪委两规的 这些官员 案件中间去 要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 这个演讲 做了没多长时间 他就被抓进去了 现在好了 来了一个监察 他不仅仅像纪委一样 他的权利 可以制约住官员 他甚至已经可以 蔓延到全社会 他可以抓捕任何人 进行调查 他在法律之外 又架设了这么一个框架 纪委 我们知道 在共产党的内部 他被称为 党的 纪 调查 我们可以把它 称之为叫什么呢 类似于古代 王权政治中的 中人府 他是审讯官员 以及所谓的加入的 那么你看 纪委和监察委 他对法律 他都是法外之法 他对法律的破坏 已经相当大了 你就把这两关 都跳过去 还有一个 更有脸 叫什么 叫司法审判委员会 就是说 不管你什么案 你判多少年 不是由法官来决定 而是由这个 司法审判委员会 他来决定 他甚至可以让 公诉人 从哪一个角度 去起诉你 让法官 在开庭之前 就经过这个 司法审判委员会 来定好调文 给被告 形成一个判决 就是判理多少年 不是由法官 当庭量决定 而是这个 司法审判委员会 他就已经开过会 做过决议 法官只是一个执行者 那么可想而知 公安系统抓人 检查院审讯 公诉人 提起诉讼 法官进行判决 整个这一套流程 他都是一个幕后的操作 他已经设定好结果了 你即便有再大的 靠一个律师 能为你争取到什么呢 中国的法治现状 就是这么残酷 我们见到很多的法律人 他们终其一生 都是利用中共已经宣布的法律 来尽可能地为当事人 获得更多的权益 往往他们的努力 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即便有一两个案件 流转过来 也不完全是律师的成功 而是有整个社会的一些 民意 在背后 中国现行的 所有我们看到 它的法治现状就是这样 中国不仅仅有法律 而且它有更多的法律之外的东西 它在影响到判决 我们都知道 法律是一个社会最后的底线 它是守住 这个社会公平 公正的 最后一道坎 因为我们知道 社会风气已经变了 道德的约束 已经不像原先那么重要 经过文革 大家已经失去了 对丧天的敬畏 也失去了宗族 对老百姓 对民间的约束 你没有任何 可以惧怕的东西 只要你有关系 只要你有钱 你在有俩熟人 一般的案子 都能对付得过去 那么我们就经常会看到一些误判 一些错判 前些年开始搞了一些 对法官的这个终身追溯 类似于银行放贷 是吧 你做的决定 你要为他负责 这就导致了 许多案件 被延误 正义不能在有效的时间范畴里 得到伸张 有一些案子 被迫进行和解 没有形成判决 而是形成停脉和解 作为法律人 我相信 许多人在读书的时候 都曾经有过那么一分善念 他们都把戏文中的包拱 当作自己的武相 甚至有些人 还看过许原路 觉得自己 学成了之后 会像宋斯一样 敏味 我们知道现在政府的二号 这个总理 李克强 不仅是学法律 还曾经在南京的法庭 实习过 有什么用呢 连他自己的发言 在内地的各大网络 甚至报刊上 都会被删掉 这个悲催的二号 始终摆不正自己的位置 在这个国家 在目前的现状下 去奢谈法治 受伤的只能会是自己 好 好 谢谢观看